秦苏说到这里,再一次转身。 楚颖月,或许你多受一点苦,你就知道,你就知道来我的身边了。 秦苏,你可知道,我刚才对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后悔,但是即便是后悔,若是再让时间流转,我知道我仍就会这样选择。 因为,站在你身边之人,应该是灿烂向阳,如百合花一般干净的女子,而不是我,这朵误会的,残破的脸。 哭着哭着,楚颖月终于睡着黑暗里,她再次看到了秦苏。 秦苏,我秦苏一生一世只爱一人,而你,就是那一人。 楚颖月的嘴角,不由得勾起了一抹浅浅的弧度,那种春风洋溢的心情很快占据了她的全身。 她甚至不由得高兴地想着,如果这种感觉,可以持续一生一世,该有多好。 只听,啪的一声,一盆冷盐水,直接浇在了楚颖月身上。 楚颖月,你这个小贱人,说,你到底对哀家做了什么? 小贱人,你小什么小,你背面太高估自己了,你知不知道,现在就连你的命都拿捏在哀家的手里。 顾云新,那你又知不知道,你的命也同样拿捏在我的手里。 而且顾云新,不仅仅是你的命,若我真的死在了你这天灵皇宫,届时,这皇宫里的所有人,还有叶丽诚,还有你们当宝贝一样宠着的叶小王爷,我敢向你保证,这些人,一个都活不了。 贱人?你这个态度的贱人?你竟然还想伤害哀家的长孙?哀家告诉你,要是哀家的宣儿出了什么事? 嘉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